现在的设宅政策是只租不卖 最长只能住12年 郭建盟议员认为时间太短 这样的居住正义只做半套 因为这段期间如果没有买到房子的话 之后还是要租房子 让年轻人看不到未来沦为躺平族 现有的社会住宅政策 原则上只能满足半套的居住正义问题 社会住宅最多只能住6年 真正弱势住12年 但是6年12年后 这些年轻人只要没有钱 他们一样又沦落到租屋的恶讯循环 还是一样买不到房子 由于市府即将成立住都中心 郭议员认为可以将社宅改设定为使用权社宅 使用权拉长为70年 让年轻人可以在这段期间打拼赚钱 买到房子之后 再将社宅回卖给市府 也因为市府保证回购 银行也就会愿意贷款给年轻人 议员买房的梦想 这样才是全套的设宅政策 那因为有政府保证回购的机制呢 银行的风险低 所以他敢乘坐贷款 而且民法也规定 使用权的让语 是可以做交易的 也就是我们的住都中心 可以把使用权 卖给我们的市民 那这样子一来 民众不只能有六年的社会住宅 短期来应急 长期他可以购买这个使用权住宅 来满足他70年的养子 还有来奉养父母的三代需求 不过郭建盟议员这样的构想 还需要法令上的配合 也就是市府要订定自治条例 即使现行的法规使用权设定 也只能放宽到50年 郭议员认为这样比现行的6到12年来的好 基本上现在政府 自办使用权 这个自建自售的这个机制呢 现在还没有法令 但是依高雄市政府的自治权利 我们可以立法 透过中央的授权 就可以来满足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即使现在不能逾越50年 现有的这个50年 也比现有的6年来的进步 如果我们需要满足70年 也可以透过中央修法来做改进 现在的社会住宅最长也只能够住12年 之后还是得搬离 郭议员建议力聘使用权设宅这条路 让住在设宅的年轻人之后 更有机会买房 摆脱租屋一组 记者来一场吧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购